嗨 這一集和你討論一種粗製濫造的大話精 事緣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堆填區裏面的清談節目 簡單來說其實沒有任何準備沒有任何製作 無論主持或者受訪嘉賓都以為自己有很多的內容 很多的人生月曆可以隨便說一個多兩個小時 然後就剪成一個很精彩很有見地 很有真知卓見的一個清談節目 以為大家會很喜歡看著這群人坐著 然後三部鏡頭 三仔二仔一仔 以為很動聽一個很好看的清談節目 當然我是不會看的 不過在這條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節錄裏面我看到其中有一個 我非常推薦豪門的婆婆 如果你將來選擇媳婦的時候 一定要選擇這一種人 即是選擇這一種 待會我會告訴你們 所有婆婆你們知道 為何你選擇媳婦 一定要選擇這種女人 裡面其中有一個受訪嘉賓叫做林夏薇 林夏薇 我想大家比較容易提出她 就是林峯的堂妹 我不認識這個人 我對她沒有任何偏見 我也沒有看過她 她參與過演出的電視劇 我一部都沒有看過 當然那個Wikipedia裡面寫得很厚度 大家只記得她是林峯的堂妹 而忽略了她的演技 所以我想她的演技應該不是在角色裡面 而是在這些訪談照錄裡面 才充分發揮她的演技 以及她編織台詞和劇情的能力 所以大家一齊來看看 究竟在這個文字照錄裡面的林夏薇 她怎樣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一定要拿出來跟大家說 所有豪門裡面的奶奶 每天選擇媳婦一定要選這種類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她提到的就是 按照這個時間線 按照這個文字的序述 當她們和一男一女的主持 在那裡聊一些風水玄學的看法的時候 就講到另類迷信這個話題 然後這個叫林夏薇的人 她突然自爆她認識以前有個同學 是拜狐仙的 然後也是做娛樂圈這一行 令到全場就很驚訝 蛤? 這樣 然後呢 姓林這個女人還很仔細地描述 她是在睡房和衣帽間之間擺放的 然後每天都會上香 原本呢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 跟狐仙有關的 這一句的表情很明顯是那種線 Lerror那種表情 然後就 後來自從拍了這個劇集《十二傳說》 才知道是跟狐仙有關 這個我就覺得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